林书白,一位年过五十的书法家,曾经的青年才俊,如今鬓角见白,心中充满着对往事的思念与怀旧。 他的生活充满了艺术的沉静与波澜不惊,却也伴随着难以忘怀的情感起伏。 黄昏时分,林书白独自走在河边,远望着曾蓝蝶杖的青山,静静流淌的河水映着天边的晚霞。 他眼神恍惚,思绪飘回到了多年之前的一个春日,那时他年轻,身旁还有他,那个他一生之爱,却终未在一起的女子。 此刻,思念如潮水般涌来,带着当年的深情与遗憾。 夜晚,城市灯火辉煌,繁华的街道上人群蹊嚷,年轻女子在笑语间慢慢走过,挥洒着青春的朝气。 林书白站在一旁,默默看着眼前的景象。 他们的笑声让他不由地想起了那个与他一起看灯会,欢笑的女子,另一个让他心头为之一动的人。 那时的他们,也曾如此无忧无虑地走在街头。 时光流转,又是一个春天,山间草木充裕,河水清澈如镜。 林书白静坐在山间,手中持着毛笔,书写着胸中的情感与心境。 他一笔一画,似乎在与自己心中的那个他对话。 那女子的身影,在春天的山水中若隐若现,似乎他依然停留在他生命中的某个角落,从未真正离去。 林书白的手持着毛笔,挥毫撒末,书写着属于他的故事。 笔锋顿挫之间,透露出他内心的起伏。 此刻,他似乎回到了那个与他共度时光的时代。 他们曾在一张棋盘前并肩而坐,笑谈风月。 而今,桌前只有他一人,对异的是自己与岁月。 并角的灰白,见证了他多年孤独的时光。 转眼到了秋季。 秋天的风景透出一股苍凉,落叶随风飘零,草木开始枯黄。 林书白站在秋日的山坡上,凝视着那片曾经充满生机的田野。 时光无情,他的人生也走入了秋季。 远处的风吹过他的脸庞,带来的是岁月的痕迹和心底的叹息。 夜晚,林书白在自家的庭院里小酌。 杯中的酒映照着火红的灯笼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酒香。 他的眼前似乎浮现出曾经的画面。 年轻时,他曾与他在灯火蓝山处,看到一位舞女翩翩起舞。 他当时的心情如这杯中的酒,唇厚却带着微苦。 而金在看舞姿,只剩下回忆的影子。 傍晚,天空渐渐变暗,夕阳的余晖洒在河面上。 林书白走在桥上,远远看见一对年轻的恋人,肩并肩,慢慢走远。 那熟悉的场景让他心中一阵酸楚。 他和他也曾像他们一样,在这河边散步,走向属于他们的未来。 而金,那个背影已永远消失在他的记忆深处。 阳光洒在明媚的田野上,一个年轻女子和他孩子在奔跑,笑声回荡在空气中。 林书白静静地站在不远处,脸上露出一丝微笑。 他想起了自己和他在田野中奔跑的岁月,那时的他们也充满了希望与梦想。 他没有去打扰他们,因为他知道那是属于他们的时光。 老德,一国他乡几十载,当年多少风流。 璀璨人生风雨露,雪冰心依旧,潇洒度春秋。 朝清暮雪愁眷客,得意金尊不休。 最是人间留不住,最西洋携手,想天伦无忧。 林书白的人生像是一场梦,梦里有着他无法忘怀的爱与痛,回忆与希望。 生活或许带走了他最重要的人,但留下的那些记忆,却如同这片山水,永远陪伴在他心间。 对了。 谢谢。 大家。 来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